本周有哪些新电影 马上带你来看 换脸或许大家都有看过 但这次莱恩·雷诺斯饰演的CIA警探 要挑战更艰巨的换脑任务 为了取得比尔生前的机密 警方在神经科学家的协助下 将比尔的记忆 移植进头号罪犯杰瑞可的脑筹 试图要还原真相 但杰瑞可深信作恶多端 成为任务当中的无定时炸弹 你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 房间里面一地的血 他紧张离开房间 却看到钥匙掉在地上 他把钥匙捡了起来 却发现钥匙上的席子怎么亲也亲不掉 就这样 他每一天 每一天都担心着两胡子回来 改变自终时案例 万华七彩意愿命案 法医店老板娘意外遇害 警部被立任 深深化开 老板却离奇失踪 陪同逃亡的 在曾经获得台北电影节 最佳美术设计奖的 黄美琴求手架 为了凸显法医店的诡诀气氛 用塑胶眼偶等元素 重现出命案现场的惊悚美感 这种血迹 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情绪 是不是你的保险 如果是死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逃亡 他也夜不成眠 不断地告诉自己 他最后的选择是出一生 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 他自己想讲的说 我发誓 我真的没有杀你 改编自1967年 迪士林经典动画片 森林王子 电影讲述印度蓝孩的故事 另外失去父母的男医 由狼群收养照料 随着他渐渐长大 熊民里的霸者老虎 对他起了戒心 狼群无法跟残霸的老虎来对抗 唯一的希望 就是将男孩送回人类村庄 才能保住性命 你可不可以做人的 你这是一个人 你怎么这么深入的 你怎么会 别人的男孩 他会是我的 我会在我们的 我会帮助 人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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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准备 人来准备 但是我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